来 带你来看到这张照片 它是谁呢 仔细瞧 好 年轻 比较年轻版的习近平 习近平的人呢 现在是在匈牙利进行国事访问 稍早这匈牙利的总理 是准备了最高规格的欢迎仪式来迎接习近平 同一时间 中国大陆官方曝光了这张照片 很多人可能没有看过 那他是15年前的习近平 现在的习近平是70岁 所以15年前 照片当中的他是55岁 照片当中的习近平看起来确实比较年轻 当年是2009年 习近平当时以大陆国家副主席的身份 去访问匈牙利 那当时呢 来 你有看到黑板上写什么吗 他被称为是习波波 如今15年过去了 习近平再度访问了匈牙利 他已经是大陆国家主席了 照片曝光 大陆官媒强调 中国大陆跟匈牙利的关系 更上层楼 更加紧密 那当然 习近平访问匈牙利的相关新闻 也是立刻冲上了微博的热搜榜了 另外一头来看到今天的重磅的一个新闻 是俄罗斯的红场大阅兵了 大秀 武器 鸡肉之外 这个普丁大喊乌拉 所有的阿兵哥也是高喊乌拉之外 来 短裙 军装 女兵方正是最吸睛的 据说呢 在这个直播到女兵的时候 线上直播人数瞬间飙升 还有另外一个方正很特别 我们来看到的这个画面 来 你看到他们身上穿的是 类似像这个陆军的装备 然后头上戴的是钢盔 他们的名字叫做特别行动参与者方正 他们也参与了今天的红场大阅兵 接受普丁的检阅 而这些所谓特别行动参与者呢 就是他们参加了这个俄乌战争 那你仔细瞧 所有人身上都挂着一大牌的 这个奖章 勋章 没错 他们就是在战场上有功 在战场上去打仗的阿兵哥 今天回到了这个俄罗斯 参与了大阅兵 来接受普丁的检阅 好 这是这些画面 同样提供给您了 这个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